猪肝鹅肝有人吃,为什么没人吃马肝?马肝有毒吗? 喜欢吃内脏的小伙伴,对动物肝脏估计不陌生 老人常说吃啥补啥,几乎没有人能拒绝猪肝瘦肉粥的魅力 当然,就算不爱吃猪肝,那鹅肝想必很多人拒绝不了了吧 西餐最有名的菜,法国鹅肝 听说呀,该鹅肝没有腥味,入口计划,自味上乘 自从该菜传入我国,人们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佳肴 即使法国鹅肝的产生过程十分残忍,但不妨碍人们喜欢吃 不过,大家有发现吗?同样是内脏,马肝却不像猪肝鹅肝一样受人追捧 相反,它一直是上不了台面的毒物 在几千年以前,我国就有东汉王冲在他的书籍《论行》中解释说 人们之所以不吃马肝是因为马肝有热毒,吃了对身体不好 看到这里,我猜有不少小伙伴迷惑 马肝真的吃不了吗?如果它能吃,为什么古人认为它有毒呢? 其实,马肝和其他动物肝脏一样,都是动物体内重要的解毒场所 每当动物摄入食物和水之后,便经过消化系统分解 让营养成分随着血液流动到动物的各个器官和组织 为他们提供能量 但在此之前,这些营养成分得接受肝脏进一步的处理 才能跑到其他器官和组织里面 而要是肝脏检测出,这些营养成分中还有重金属毒素 那它们还得进行消毒才能离开 而肝脏会把有毒有害的重金属通过代谢让它们离开人体 不得不说,肝脏毒素杀手的外号名副其实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肝脏能代谢到一大部分重金属毒素 但依旧会有小部分毒素残留 所以,喜欢吃猪肝鹅肝的时刻,最好不要过量食用 那这样看来,马肝和其他动物肝脏没啥区别 那为什么大家说它有毒呢? 就连拥有剧毒的河豚,大家对它都赞不绝口 为啥普普通通的马肝就让很多人避之不及呢? 其实原因有三个 第一,在古代,马虽然也算是家畜 但它和鸡鸭猪不同 它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马没了野性之后变得十分温顺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跑得快跑得远的马儿 变成了人们最依赖的交通工具 而且,想拥有一匹马不容易 因此在古代,人们把马视为重要资产 并不会轻易宰杀 第二,在古代,马和狗一样也算是宠物 马具有一定的智慧,能和主人建立感情 所以,人们也不忍心对它下手 第三,古代养马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马无叶草不肥 它们得吃好喝好,才有力气奔跑 主人家后备大量的时间精力 才养出一匹交通工具 怎么舍得把它吃掉 因此,很少人会把主意打在马身上 那古人觉得马肝有毒,原因就很简单了 古人几乎吃不到马肝 然后无意中得到了一块马肝 如此珍贵,无论它有没有变质都会吃掉 结果因为吃了变质食物拉肚子生病 便觉得马肝有毒,似乎也很正常 而且马肝和马肉一样腥味比较重 如果大家烹饪不当的话,几乎难以入口 不好吃,大家自然就少吃了 加上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马肝有毒 这也让很多不知情的食客望而却步 所以,算有选择的余地下